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抽6萬大獎 百貨人員對著百萬名車 哈搖道歉 不停鞠躬再鞠躬 這一幕讓直擊民眾氣壞了 因為明明是這輛車 佔用腎臟停車格 黑色百萬名車 就停在腎臟停車格上 民眾上前一看 車裡卻沒有證明文件 這怎麼可以 看看車主一家人 好手好腳 看起來也不像有腎臟問題 讓目擊民眾 看不樂去 出言勸阻 犯遭 車主嗆瞎 直擊的民眾也是位身上人士 看到車主違規相當生氣 而百貨人員竟然也沒有阻止 還萬要道歉 那家人的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來都指定要停那個位置 怎麼會如此沒有公德心 只為了貪圖自己一時的方便 回到百萬公司來看 當時百萬名車 就停在這個腎臟停車格上 業者說只要發現違規停車 都會給予引導 還有勸阻 那個舉動應該 甚至是我們國務工作人員 之一的一個動作 然後就是引導 遵守他的離開 然後跟他做一個進行的動作 這樣 檢舉稿前沒有聯絡上車主 但只要沒有證明 就不該佔用腎臟停車格 看看男子 開百萬名車 卻當著孩子面前做出最壞示範 這位黃金郎 龔玉德 台中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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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